好 剛剛老師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在這邊 語音輸入用的沒有錯 因為這是大陸的嘛 所以它沒有注音 有拼音 那如果你需要用到就是 萬一它辨識的不OK 我臨時一兩個字 寫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中文 有沒有半平手寫 我就會切到這個畫面來 這樣子我用手寫就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說真的我這個字也不會寫 也不會念 那怎麼辦 請問三個經要怎麼 怎麼念 三個水 三個木 還好 三個火 鹽還是燕嘛 我記得啦 還有什麼 木火土金水 三個土 有嗎 我會念啊 頭頭頭 我記得這個字我查過應該是沒有 好啦 反正 萬一你不會寫 又不會念的 那怎麼辦 就只好切換輸入吧 所以 以我的來講 以我的來講 我的是在哪裡 是在這邊 我的是HTC的 有沒有下面有看到這個圖示 那 神送的是在上面 就在上面這裡 所以 每一台的切換方式不一樣 但是你的輸入法是可以切換的 這樣 從這裡點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可以切換輸入法了 你就可以切換回比如說你平常熟悉的注音 可能就幾個比較特殊的字 你就可以切換到那裡 按一下 有沒有回來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 處理完了 你來這邊 是不是就可以再回來 再回來 當然 注音的話 也有搭配一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Google語音輸入啊 一樣可以用啊 只是 他沒有標點符號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我的那篇部落格文章 我們剛剛在這裡 這個 教材裡面的 你看到我的標題是兩個 有沒有 我只是比較一下給你看 但是不可否認 這個輸入法 你還是有連 他有離線的方法 有離線 可是離線的辨識會比較差一點 不是差一點 差很多 因為 他們現在翻譯都有兩層翻譯 一個是直譯 另外一個是什麼 雲端 雲端數據會幫你整句的語意做翻譯 所以如果直譯出來他發現雲端在比對下去 發現這個 不是很OK 他會再幫你做修正 會再幫你做修正 所以 如果你比較一般性的啦 一般性的大致上還OK啦 但是 專有名詞當然他就比較不行嘛 這是一定的 所以這個是 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說您用的是這個方法的 那您可以選擇怎麼做切換 這樣子 這樣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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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